继续放轻松我们带你到高雄来吃春鸡料理 这家饭店厨师是特别用大量的蔬菜跟迷迭香 塞进鸡的肚子里面加入白酒提味 让烤春鸡相当的具有异国风味 刚烤的春鸡一上桌 一切开鸡肉就冒出热腾腾的香气 鸡肉软嫩又多汁 不少人都来尝鲜 外酥内软 然后鲜嫩多汁 那里面好像还放了很多香料 还有特殊的香气 外面的皮虽然很脆 但是它不会说烤得太 里面的肉很柴这样 就算是鸡胸肉也能皮脆 还保有肉质鲜甜 特别的是春鸡肚子里塞了不少好料 有洋葱 红萝卜搭配蒜头和迷迭香 还有白酒提味 看似简单的欧式春鸡 其实做法很非公 先将蔬菜香料塞进肚子里面 在170度的油锅炸上3 4分钟 鸡肉充分上色后 再放进190度的烤箱烤个22分钟 欧式春鸡就能锁住蔬菜和香料的特殊香气 它的肉还没有酸化 然后肉质也没有变粗 纤维还没变粗 它这个时候肉最好吃 业者特别选用法国著名的春鸡品种 重量不超过500公克 也是肉质最鲜甜好吃的时候 大量香料的运用 也让这道欧式春鸡充满异国风味 三连秀庭巨大 高松不到 最后的房屋 超过500公克